有枪打枪 他有家伙事 哎呦 加克贏这把SKA并没有换好子弹 焦阳还能拿到枪还抢到了车 他是怎么办到的 他的开始落散落的速度表 电场肯定是会有人的 他头顶上是踩不住的 烂人先把尼加给打了 尼加还在这个位置给队友观察呢 结果自己都 然后南边的麦田也能看 静点的一波遭遇 露露直接先被SKA给放倒 SKA三机甲 明显不够集中 直接走了 这个位置没有必要再耽误一长时间 XCG从旁边路过了 但是听到枪声的XCG 他是往北部走了 这就没事 是的 不要太一起冲 不要太去架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摊枪了 说实话 架点的效率并没有像以前那么高 DTT已经发现了 在山的东边 他们没有视野的 开始往南部去运营了 又拉了一个角度 G哥也倒了 两个人都被捕 这位置救不活队友的 人头全被开了 没办法 揪其打工 没办法 没办法 577还没了 在车上被打下来了 烟起来了 三阶段 这个血量完全是可以打得起来的 小北那边的没空出枪 GISBABY直接被放倒 主要是特别来了 队友还能下枪 近点我看六腰能不能突破了 577倒在蓝圈里 这波特别在底部 有没有看到看到了 空枪被远点打了 要帮一下队友 打掉只剩远点一个疯疯的枪线 问题应该不大 这不能守下来 然后慢慢去推自己南部破 是的 他只有把北部的人全部卡死之后 或者赶走之后 他才能去推那个破 17这局是真的难 主要是一个点 就是因为 New Happy现在所踩的这个位置太高了 导致现在17两边不能合 因为你合的中间的破点一定会被抽 呃 这就相当于 一个满面队友被打成了两个小分队 是的 都是小北一手大多 对小北在高点 然后压着底部的人 那底部的队友想要去解题 可是New Happy也在跑位 苏九跟小北同时击到两人啊 但苏九倒了 已经被捕掉了 是苏九自己的雷 捏雷的时候被捕的 SMS和巨幅距离也很近了 大家都在反驳打了起来 五弟弟被扣在了厕所里出不去 今年玄子在用雷持续轰炸扑扑 这个雷的角度可以啊 炸倒了 那巨幅不太好扶人 而且SMS也要吃远点枪线 那今年已经开始跑往前面去走 周平看到了远点 有想法 这波没找着 对于小鬼来说是个好事 小北也倒了呀 只剩小鬼一个了 是的 刚刚New Happy 整体的一个位置 拉得太集中了 很难造成这种 一招打多 穿起来 坑里面听了很多人 204代名言续名 小虎子这颗雷的角度还不错 但是愚人的雷先到 人头被队友拿下 啊 十七啊 天梅啊 都是极客线的队伍了 就看SMS Caro他们 包括New Happy 怎么去在后面的三局里面去追追到80多分 他那个二级的那个圈没有堵到 所以后续的话 必定是吃不到圈的 对的 而且没有信息 确实他没有信息 从城里出来的话呢 信息也会比较的少 北边的话呢 虽然说是能看 但是北边已经无路可走了 封好了侧前的烟 卡住了高清的位置 小左先出枪秒一个 小左拉到这个人 怕被K 现在反而牵制到了Pyro 主要是现在身边的队伍太多了 就像你所说的 第一时间 你像RBS这边有厕所有反坡 他给你升号的话呢 那肯定过马路就会非常非常难受 反而现在RBS有点小优 你这个圈形要再往南部去靠吧 Pyro可以考虑东西两边 现在是Pyro 这也是RBS的经典战术 在那一局的比赛当中 天霸 DT成功吃鸡的那一局 就是 当时的RBS 去打了4M 然后最后是被DT给清掉 他也是从这个地方打上去的 他很喜欢打这种圈形 打这种反坡 Pyro可以尝试从东边去到反坡 出来了 中一枪中两枪 再来差一点点 但是这篮圈要把它给收了 木子远远的枪线 把马马收下 马哥也可以 可以跟队友集合了 赶紧过马路 这是Pyro现在要丢 急火雷 RBS会不会动呢 两颗雷已经朝这个车的角度去了 急火雷非常漂亮 开内倒地了 今年再进行轰炸 要小心RBS背后枪线 Pyro 牛海皮已经开始推进了 妹妹是一个独狼 这个信息 牛海皮抓得很全 这颗雷没有炸倒 前面补枪队友 第一时间没有到位 有点小慌 前面Lionkk 先秒了一个 地位已经没了 这波XCT被突破了 点位完全被压制 马哥在看屁股 这波细节 他要给RBS压力 不能让RBS往这边去延续过来 这样圈架的概率就会更高 杨阳科空暴炸倒了小佐 今天Lionkk马上跑位到位 杨阳已经感觉到了封两分 但仰还没起来 差一丝血 就一丝已经在捏雷了 拉上来看到轻调 再把小佐能扶起来 马哥还在脱 马哥现在是一 敌几 敌二 还行 敌二 但马哥在退 等RBS走了也行 就脱 好嘞 哦 马云楼的这颗雷直签 这车还在 车还在还能扶 他又能不能从车上打下来呢 这边开车过去硬救吗 老马 老马再打一个 锁定了位置 RBS就是一个 MCG得到信息了 他知道RBS人少 而且这波的话呢 MCG也很果断 马哥打得好啊 马哥 马哥的雷 立大功 这几发mini 也很准 哎呀 没样子 如果双方淘汰的人 都会比较多的话 他就直接过去劝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看一下TMA 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 是MCG人少啊 而且 SMS人少啊 他两个人在顶缩 然后MCG不自己正面 已经完成了 过在家圆脸枪 实在受不了了 SMS直接被淘汰 现在MCG是一个满爹 防守厕所里面的MOSTER 还K了12月一个人头 天鹿跟TMA也打起来了 有联局也有雷 上不来的 天鹿对焦羊的反坡 侧面蹦了一颗烟 在烟中自闭服队友 小童拉到了石头的后面 找了一颗树枪 从侧面支援一下焦羊 焦羊正面到烟内 鸭屁的这过点能防得住吗 许生已经倒了 TMA上面其实人们是很多 鸭屁面一个枪枪 小童先跑 萨萨刚刚被扶起来 打了一个医疗箱 现在是满血 再来不来回到石头掩体的后面 不过三倍镜的混 而且原点还有LionKK的一个干扰 这边的软性掩体很难活 那边的话隔着很远 周皮炎直接被LionKK给放倒 近点这波 萨萨夹已经裂了 天鹿拿了5分 还是打掉了鸭屁 东面已经打完了 现在场上18个人了 VLG看到牛海比倒人了 以后想要往前压 侧面还有天鹿的枪线 再抽 这过点 没子弹了 下一波 东东要打完雪 这样牛海比能会拉起来 人依旧是一个满边 而且高点男的在架着 一个侧面的枪线 三分天没办法跑位了 被撤了又被焦羊开始抽 一枪头再来一枪伸 就倒 有道具牛过来了 看到荒物先往后撤 黑猪已经摸到了近一点 先把萨萨给秒掉 又看到在车后的人 架不住 特别 Pero跟MCG打得很火热 不过MCG还是成功防守下 Pero跟焦羊是同步被淘汰的 但牛海比的道具实在太多了 处理MCG这个底坡 应该会很容易 还是三倍镜吗 还是三倍镜吗 没有换啊 对MCD下面脚不上很多啊 三倍就是自己 打一个 打两个 换神 后面有队友补刀具吗 被全埋了拉出来 哎呦不费吹吹之力 让MCG给打掉 这波抓到了MCG 倒人的一个 车雷没有效果 还在丢 Groza的威力还是有 但是侧面抽屏的补枪 黑就倒了 Groza倒了 近年 762还被烧火了 这个燃烧屏刚好烧着 Seventeen也没了 协同开始了 三打一 刚刚的高点 您是放过枪的 我这Safe的箭都松了 直接冲上去 恭喜NewHappy 十二个淘汰 拿下今日的第四局 其实登上去 我们下来了 都可以 这份词 甚至是